小米集团1810-2021年第三季,3Q21,收入同比增长8.2%至780.6亿元,人民币 下同,主要受互联网服务业务加速增长及IoT及生活消费产品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带动,毛利率为18.3% 同比及环比分别提高了4.2个百分点及1.1个百分点,经调整净利润同比增长25.4%至51.8亿元 优于预期,3Q21智能手机收入同比持平,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6%至4390万部 主要由于芯片供应紧张,全球市占率较上贵度下降3.2个百分点至13.5 主要由于竞争对手苹果新品表现亮眼,中国市场市占率较上贵度下降3.0个百分点至13.8 主要由于荣耀表现强势,线下占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近七成份额,而公司线下市占率远低于线上, 具较大提升空间,公司已再加速中国大陆线下渠道布局,小米之家门店数再增超2000家至上万家, 预期随着门店表现逐步提升,将可助力抢夺中国市场占有率,多款高端机型新用户占比超50%,有助用户破圈, 预期4Q21手机出货量仍将受到芯片供应紧张影响,无利率将因速销贵略有下调,但仍可维持较高水平,芯片供应紧张问题将于明年逐步缓解, 公司于双十一大促中表现出色,我们对其产品竞争力具信心, 3Q21IoT与生活消费产品收入同比增长15.5%, 增速放缓,主要由于受到境外海运物流等因素影响, 但境外IoT与生活消费产品收入型创单贵新高, 公司持续发布具强连接性的产品, 托宽产品组合有助提升用户IoT场景体验,增强用户基础, 形成良性循环,互联网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7.1%, 增速继续加快,还比增长4.3%, 我们认为公司互联网服务表现亮眼,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布局, 另一方面也认证了手机销售强劲可带动用户规模扩张, 高端产品占比增加有助ARPU提升的逻辑, 我们调整了盈利预测, 以综合反映芯片供应紧缺张言致明年, IoT与生活消费品销售增速放换, 高端产品表现较好带动智能手机S 及毛利率有较好表现等因素, 预期21-23分之22年每股盈利分别为0.79, 0-84年1月2日元, 维持28倍2022年预测市型股值, 相应下调目标价至27.80港元, 潜在升幅44%, 重新买入评级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